按钮AB的资料读取 在BPI-BIT里面一样有AB两个按钮 那我们如何读取AB按钮的数值 首先一样我们先开一个空白的Arduino IDE档案 AB的按钮它使用的是GPIO35跟37的角位 GPIO35跟37的角位 所以我们在Setup里面我们要定义 告诉它说按钮A是使用35 35跟27不是37 那35我们加入这一个 那这两条斜线是注解的意思 ButtonConfig 注解 我们告诉它说我们要定义 定义ButtonA是使用35的角位 所以我们在前面 Setup前面定义 我们习惯定义都放在Setup前面 就是档案一开始被执行前就告定义了 那在Setup的大瓜符中加入这两三行 第一行 Setup Begin 1115200 是指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就是序列部的监控萤幕打开的时候 这边的所谓的暴率 我们使用多少的频率沟通 那这边有很多数值 那不同的Sensor有可能会用不同的沟通协定的数值 那目前我们比较常用的是115200 大部分的硬体都跟得上 那早期有人用3840 57600等等 那就看你自己定义的多少 定义了之后 待会我们打开这个Serial Monitor的时候 那你就会要注意你的频率 不然出现的会是乱嘛 好 这是第一个 Serial Begin 这个函式说明的 这一行指令说明的 再来Pin Mode 我告诉他说 数位角位多少 是Input 输入 这应该是A 这数位角位A 这是数位角位B 它也是数位输入 所以把这三行 怎么样 复制起来 到Setup的大括号里面 把它贴上 那再来 重复里面 我们要去读取 大括号里面加入 Serial Print 这个就是显示 那这里面没有东西 所以第一行是空白的 那我们告诉他说 A等于多少 然后把A的值读出来 B等于多少 把B的读出来 Delay 500 就是每隔半秒钟 侦测一次 所以我们做了这几件事情 为什么要显示 这空白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loop 我们要有一个空白 我们才知道说 它重复的时候 不会是 无法分辨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 应该会看到 Button A的值是多少 Button B的值是多少 然后有一行空白 我们就把这一个 加到我们的程式里面去 加进来 然后检查 它一样要你存档 等一下 它会变异 它会变异 要先存档 它再变异才不会出问题 变异完成 写入 刚才忘了存 把它写进去 上传完毕 我们来看一下 CDRM Monitor 注意看一下 我们目前这一个都是111 那如果你刚才讲的 你57600的话 我们看到是乱码 就是我们定义的 它的暴率 如果不对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如果出现这个状况 你就记得 把它调成115200 好 那目前都是1 没有按的时候 它是1 那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像这个0 我按下 按下按钮B是0 我们看一下 我的手 是按下按钮B是0 那这颗LED灯 是我们刚才写入 没有清掉 好 那我现在改成按A 那我们回来这里看暴率 好 A是0 那可不可以两个一起按 你试试看 我们把两个一起按下去 AB都是0 所以我们侦测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AB同时按下去 会是什么状态 放掉它都是1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侦测 两颗按钮的值 有这两颗按钮的值之后 你就可以做很多其他不同的做法 或许A按下去你要亮灯 还是做什么 亮灯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们这一章节就是告诉你 如何把按钮AB的值取出来 安下来按下去的是 Además igit 放掉的时候是 $1 这是我们在ArduinoID上面侦测出来它的值 这是我们在ArduinoID上面侦测出来它的值 就是